狗是人类的好朋友,相比较其他动物更加通人性 根据科学家研究表明,狗的智商跟人类34岁的小孩智商一样高 而且狗的忠诚度也是其他动物比不上的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养狗,甚至把狗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养 他们像打扮孩子一样给自己的狗穿上漂亮的衣服鞋子 然后带着他们出去逛街 即使再聪明的狗也只是一个动物,没办法跟人类相提并论 但是今天我们聊的这个狗堪称狗中富二代 现如今全部的身家约25亿美元 这只狗的名字叫做钢塞四世,是一只纯种的德国牧羊犬 它名下的财产目前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5亿美元 这其中还不包括世界各地的豪宅 这些豪宅当中还有包括麦当纳曾经在迈阿密住过的一处宅子 以及巴哈马群岛上的别墅 作为财富拥有者的钢塞四世,在大几千万的豪宅中住着 每天都有非常多的男管家以及漂亮的女佣贴身照顾 吃的也都是私人厨师以及营养师为他搭配的食物 除了这些之外,钢塞四世还拥有自己专属的造型师 以及避暑度假的郊区别墅以及泳池 为了让他保持健康的身体 还请了专业的健身教练 每天陪着他跑步玩耍锻炼 由此可见,这只狗的生活已经超越了全球大部分的人 看到这里,肯定有很多人疑问 钢塞四世为什么那么富有 如此巨大的财富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很难能做到 那么这只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有细心的小伙伴一定注意到了 开头就已经说明 钢塞四世是妥妥的狗中富二代 他的财产全部都是源于他的父亲 钢塞三世 三世的主人是一名奥地利女伯爵 女伯爵由于没有后代 所以在去世后便将所有的财产留给了钢塞三世 原本这笔财产只有八千万美元 但是当地的信托机构经过投资竟然将八千万美元硬生生增值到了25亿美元 于是钢塞三世去世了之后 所有的财产就留给了自己的儿子 所以说钢塞四世从出生的那刻起就注定是个豪中豪的富二代 原来人活得不如一条狗是有道理可寻的 小伙伴们对此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